诶 这位小虎虎 有口没在哦 可不可以把我咕好鸭鸭 哦 吐他吐他 姐 这个吃野水母也太能看了吧 我像童话里的小精灵 看起来真的太梦幻了 我要鸭 我要鸭 鸭鸭鸭鸭给你买 上下单 咋子 吃野水母给你们买回来了 我一共买了八只水母 买家放了好大的箱子 我们的小水母就在这个里面了 赶紧把它们到这里解掉出来 里面竟然还有个泡沫箱的 买家还抽了两个突起口呢 不知道我的小水母怎么样啊 开箱 一个盒子 水母会不会是在这里面啊 这怎么是个大钢子呀 我的水母哪去了 明天没有啊 原来我的小水母在袋子里 小伙伴们你们看见了吗 它们怎么长得像喇叭花一样呀 还有透明的呀 不过它们太透了 小伙伴们你们看见它们了吗 咱们现在赶紧把小水母放进钢里去吧 咱们把在这里的水倒进钢里 再把小水母们也倒下去 现在来到透明的小水母啦 姐 不然它们看起来都淹巴了呀 肯定是因为快递太暴力了 再加上庞主把手来到我们身边 所以啊 它们肯定很累啊 这个水温想要个处处的啊 那么几个在里面好像都被处晕了 所以我给它们换一钢薪水啊 但是现在还不能换啊 为什么呀 因为要在这钢薪水里加上海水素 然后再等个三个小时啊 就可以把它们放进去啊 要等这么长时间啊 我们能不能撑过去啊 那还可以吧 还有在水里加一粒细菌球 可以净化水质哦 再把这钢水放在太阳底下 给太阳晒一晒提升一下水温 这样我的小伙伴们等一下到里面去 就不会冷啦 现在已经是三个小时以后啊 我们要把小水母转移到它的新家里去了 我的小水母呢 现在看起来壮的还不错哦 咱们给它捞出来 小心一点不要伤到它们哦 啊 捞上来一只 它好小啊 放进这边的钢子里 好了 现在水母宝宝们 已经全部转移到新家里去了 12345 五只蓝色的 1234 四只白色的 希望它们能赶紧恢复状态 然后快快长大呀 我们的小水母们 你们只要静静坑坑的 今天先让它们休息休息 明天就可以给它们喂吃的啦 姐啊 这个水母怎么变透明了 刚刚一幕已经没给它们喂吃了 它们喂的快不行了嘛 那赶紧给它们喂啊 从这个小管子里取一点它的食物 把管子插进水里 把食物送到它们的身边 它们现在好像跟着吃啊 姐 这中间的水母不知道怎么搞的 变得好透明啊 对啊 它的角度变透明了 还是赶紧让它们好好休息吧 你又打扰它们了 快点是小水母的第六天了 又到了地主水母会所有的时间了 让我来看一下你们怎么样啊 哇 怎么少了两只水母啊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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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水母孕育了 我还有四只吃完水母的 现在就只有脸只了 另外脸只上哪儿去了呀 它们该不会是爬出去了吧 它们也那么小 能爬爬不去 赶紧去水池里面找一找呀 它们该不会是想游回大海吧 这也没啊 它们到底去哪了呀 该不去厨房了吧 嗯 桌子还有这么个锅没穿 怎么了 水母肯定不会来这儿了 那难道是在厕所 厕所的水池也没有啊 我的小水母到底去哪了呀 小月 小月 你看到我们的水母吗 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那个白白的 小小的 黑黑兔明 我好像没见过呀 小月 你看到我们的小水母了吗 师傅 你把我的小水母可吃了 招嘴给我看看 书特 你知道我的水母在哪儿去了吗 完蛋了 俩都找不到 我的水母肯定已经回大海了 小月 我就问了一下麦家 麦家说 麦家是不可能愿遇的 如果它无缘无故消失了 它们可能就会死掉 发成水了 我的小水母 小月 你跟我那两只水母 那到底是悦遇了 它们就发成水了呀 发成水了呀 我的天呐 竟然有人在珍珠棒里 开出了五角星珍珠 太神奇了 你见过这种珍珠吗 珍珠棒里竟然开封了五角星的珍珠 这个有为常理吗 肯定是假的 诶 你刚刚去某宝上搜了一下 它真的有那种五角星珍珠棒的 能够十个棒 竟然有268块钱 这 这 这 有点贵啊 不行 贵了差 它是不是真的能开封五角星珍珠 我决定啊 买回来试一试 走走走 五角星珍珠棒给你们百年了 这真的是五角星珍珠棒吗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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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快看真的有五角星珍珠哎 哎他怎么摳不下眼啊 啊他跟摳尔长在一起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 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感觉 咱们把它挤出来 哎他怎么多长了一颗角啊 不过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呢 是防止见变的哎 咱们继续来生长 这好像还有一颗啊 哦这怎么是个不规则的形状啊 这一个看起来应该是个没有长好的珍珠 其他地方该不会没有了吧 哦摸到了摸到了 这颗淡紫色的五角星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形状也很完美 不过这味真的太臭了 感觉我好像在掏粪啊 又来一颗 哎这颗是他的屎吗 好臭啊胖臭 咦又找到一颗 嗯好像没有了 这颗长在盖子上的怎么都扣不下来 算了吧 所以第一个棒里面呢 我一共出来了四颗五角星珍珠 战绩还算不错哟 真的是五角星珍珠哎 有光色感也太好看了吧 耶赶紧把剩下的肚给开了吧 那怎么再来开第二个 这第二颗棒啊我还没开呢 就已经发现这边上最排小星珍了 咱们给它一个一个挤出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嗯这边好像没有了 咱们再来看另外一边 哎呀我已经掉出来一个了 五个 六个 哇我它底下又套出来一个 七个 感觉它这个肚子里面好像还有一颗 哎这是个啥呀 八个 这第二颗棒呢就算开完了 一共收获了七颗小星珍和一颗异星珍珠 来开第三个棒 目测了一下 长得还挺干别的 哎呦找到了一个 两个 居然就没了 这第三颗棒也太低产了吧 只有两颗长得奇奇怪怪了 来开第四个棒 希望能高产呀 一个 两个 这有个野长在了棒头上 弄不下来了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检查了一下 没有了 第四个棒 咱们开出来了六颗星星 不过小伙伴们你们发现了吗 这个棒里开出来的五角星珍珠 竟然都是粉色的 和之前的棒里开出来的梦幻子 完全不一样哎 算起来也蛮好看的 来开第五个棒哦 这个有点难开啊 哇 总算是给我掰开了 误測了一下 我估算应该有六颗小星星啊 啊 没想到两颗都长在了棒壳上 算是大损失啊 长在棒壳上的都不算 一颗 两颗 三颗 有个奇奇怪怪的情况啊 四颗 五颗 六颗 七颗 没想到 没有预想的还多了一颗 但是就加上这两颗 那就算超额完成任务了 第六个棒 来咯 这个大家来猜一猜 一个有几颗珍珠 在弹幕上抠起来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五颗 六颗 七颗 八颗 第六个棒超额完成的任务 竟然有八颗珍珠 第七个棒来咯 又是一个超难开的 我感觉这个棒里的星星好多啊 因为它们都开始往外掉了 刚打开 竟然就掉出来了三颗 这两颗怎么长着连带一起啊 三颗 四颗 五颗 六颗 这个怎么长得这么薄啊 七颗 八颗 九颗 第七颗棒 咱们开出来的九颗 哎呦 长得都不咋地 一击开了七颗棒 我们这个冯冠杯啊 都快装着它这些珍珠了 我这真的臭得我都晕啊 那剩下三颗就交给我吧 咱们开这个在所有棒里最大的一个 开 这大的棒啊就是厉害 连产了八颗 这个棒啊是里面最小的一个 咱们来看看 它有多少颗珍珠 弯毒的了 我感觉里面的珍珠啊超小 看这个 都快小的看不见了 哎 第二颗 第三颗 哎 这个也粘在上面了 没有那这个里面啊 只开出三颗 有一个还芝麻点呢 来开今天最后一个棒 哇 这个珍珠清晰可见 嘿 这个也是粘上去的 特希了 七颗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数一下 十个棒里 咱们一共开出了多少颗珍珠了 数完啊 除了这些奇奇怪怪长的畸形的之外 我们一共获得了53颗五角星珍珠 而在这53颗里面呢 我只挑出来25颗 形状还算龟神的五角星啊 其他全部长得奇形怪状的 大家还记得这一枚从棒里开出来的 特别规整的五角星吗 它看起来薄薄的 跟其他五角星长得不一样 刚刚上载查了一下 原来这种薄薄的五角星 是这种五角星的核儿 相加呢 把它们放进了棒里 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们就变成了现在这种五角星的珍珠了 所以五角星珍珠就是这么来的哟 接下来呢 我们挑选了一些海上规整的形状 也还来成了耳钉 发卡以及亮晶晶的戒指 没想到戴上的效果 竟然真的很好看呢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些棒牌的值吗 视频的最后呢 为了回馈给小粉丝呢 我们准备了三枚同款的戒指 以及发卡号耳镜 评论区出减三位小可爱 把这些福利才能送给你们哦 赶紧去留言吧